原标题剪辑混乱是硬伤 人民的名义原班人马也拯救不了先衣无缝 伪装者是16年在湖南卫视播出的年代悬疑谍占据获奖无数 人民的名义是难得的现实主义反弹题材爆款电视剧实时收视率 一度达到8%之高 在网上掀起追剧热潮 如今人民的名义导演临路 携人民的名义原班人马回归 和伪装者编剧张勇强强联手共同打造谍战剧天衣无缝 作为开免首部悬疑谍战战大戏 也作为既一触即发和伪装者之后谍战三部曲的收官制作 天衣无缝无论从演员阵容制作班底 还有营销手段来说都非常的令人期待 但是自天衣无缝播出以来 口碑却是高开低头两集分化 剪辑是天衣无缝的硬伤 在第一集导演可能急于将剧中的人物关系全部呈现给观众 繁复的人物关系和混乱的剪辑导致观众一头雾水 第一集中多个故事线 其头并竟最终会成一条主线奈何剪辑混乱 场景之间切换过快观众跟不上节奏网上 一篇吐槽声剧情也是相当紧凑 观众一个分神很有可能就跟不上故事发展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网友吐槽天衣无缝情节混乱的原因 交叉剪辑闪回倒序插圈旁白等多种拍摄剪辑手法 并没有有效的将角色的身份信息和故事隐藏线索传递给观众 但剪辑混乱对于原著书粉来说 却不是问题看过原著的观众觉得天衣无缝拍得很好 很还原原著其实静下心来看 天衣无缝确实是在短时间内将角色信息和隐藏线索交代清楚了 天衣无缝改编自贵婉日记剧中贵婉被枪杀 然后各路角色逐一出场 故事主线徐徐展开在剧中资丽萍被四爷抓住 介绍了资家三少资丽萍 军火商四爷 小子同父异母大哥 兼新上任兵公署署长贵义的身份背景 然后贵义收到妹妹贵婉 地下挡盐钢的求救信号前去营救贵婉被枪杀 小子来时躲在墙角失声痛哭贵义 和小子的关系 一幕了然也交代了小子的隐藏身份 贵婉之死让小子和贵义联系起来 然后时间线推进到一个月之后 地下党方伊凡乘火车抵达贵义到任兵公署署长 两人有一顺的交集贵义 看到方伊凡之后 上前一步证明贵义和方伊凡之间有联系 贵义的身份也成为埋下的伏笔之后 引入茶杯被捕的剧情 反派自家老二同时出现至此天衣无缝主要人物全部出场 天衣无缝还有一怪 就是女主一出场就死了徐洛世雅的贵婉 在第一集开场八分钟就被赵公子枪杀 之后镜头非常之少一直活在回忆中 贵婉临死时360度旋转也被网友诟病 动作俗套渲染过度涂增效点之后 出场的女性角色打扮妆容相似 不少网友表示角色没有辨识度分不清谁是谁 而且很多角色一出场就下线 纯属录的脸观众还没有记住 就已经死了总的来说 虽然是人民的名义和伪装者原创人马强强 天衣无缝却没有获得好的口碑 叠战三部曲的收官制作并不成功 险些沦为抗日神剧文一方